经过四度扩关 中国A股正式纳入MSCI进行市场指数 涉及222档A股大型股份 明年6月起生效 约可为A股贷金100亿美元的被动式资金流入 外资券商分析 中国A股出息权重占比仅0.5% 对台股资金排挤效应不大 但需提防影响近期台股投资气氛 由于西德州原油20号早盘一度大跌于3% 爆煤桶42.9美元 就这波高点已经下跌至少20% 代表巡入雄市 主因是美国利比亚等产油国原油产量不断增加 投资人担心有势供固于求的情况加速恶化 出销公司宣布入股美国新创业者Freshly 以协助Freshly扩大全美的健康食品线上订购服务 此举明显要与电商巨头亚马逊较劲 亚马逊上周宣布收购全市超市 可能改变食品杂货业版图 受益于美国和大陆接单顺畅 台湾五月份国销订单表现亮眼年增9.1% 连时宏达镇 过去连两年复成长 今年回到正成长 累计前五个月接单额1832.7亿美元 创下通期新高 新唐人亚太电视 中理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 新唐人亚太电视